持續帶您關心俄烏交戰的最新戰況 今天已經是第56天了 而雙方持續在烏克蘭的戰略重要的 這個南部港口大臣馬利波來交戰 而其中這個最重要的亞素鋼鐵廠 更是俄烏交戰的重點 而現在傳說是這個 亞素鋼鐵廠是遭到俄軍投擲重型炸彈 但是呢 烏軍堅持抵抗不願意投降 那麼俄軍現在也發下了最後通牒 要烏軍趕緊投降 否則就說要移平整座鋼鐵廠 而現在烏克蘭的安全局也在19號 公佈了一通攔截的對話 這對話內容指出說 俄軍下出指令 高層的指令 說要把整座廠給拆了 還說可能會從空中投下三噸的炸彈 而烏克蘭的安全局也在臉書上公佈 節聽到的俄軍通話內容當中 除了提到說可能會投擲炸彈之外 而報導還指出說 該名指揮官的通話位置 就位於亞素鋼鐵廠外圍的四公里處 而根據報導 在馬利波斯首的最後一個據點的陸戰指揮官 今天早上也在臉書上頭發文對外界來求助 表示說現在烏軍部隊的情況是相當危急 就算不只剩下幾個小時 也許只剩下最後幾天而已 而同時他也請求外界來幫忙協助撤援 而再要關心的是 其實從俄烏交戰以來 美國已經陸陸續續向烏克蘭提供 超過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拜登是不斷地加碼在加碼 但是現在CN就有分析了 其實有消息指出說 美國根本就沒有辦法追蹤 說他們提供的這些軍事的援助 是不是真的是送到烏克蘭軍方的手上 因為現在CN的記者就分析說 有美國的官員指出 這些武器其實會有流向黑市的風險 帶你來聽CN記者的分析 U.S. officials broadly acknowledge that the risk here is that at the close of this conflict whenever that may be that if there are arms left some of them could wind up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could end up in the hands of militias and militar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not intend to arm and of course this is this is a risk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had to bake in to its decision making calculus here when it determined that it was going to send this really free flow of arms into Ukraine one defense official that we spoke to was very clear this person said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views the risk of not arming Ukraine adequately enough to push back the Russians as a greater risk than the long term possibility that some of these arms could wind up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so this the U.S. the attack of the United States what did it take up the which is to affect the Americans 's 是訂閱戶下滑的主因 而因為Netflix跟很多的西方企業一樣 在俄物交戰之後就宣布要退出 俄羅斯市場 將失去的是俄羅斯70萬的訂閱戶 現在更預測說 第二季還會流失200萬的訂閱戶 而再來關心的是美中角力戰 現在也延伸到了南太平洋島國 索羅門群島了 索羅門是跟中國大陸 正式簽署了安全協議 而索羅門的總理蘇嘉瓦瑞 也證實了這項消息 索中安全協議也引發了美國澳洲的不滿 澳洲當局表示說 由於索中安全協議呢 是簽訂讓他們深感失望 並指出說索中簽署的協議 這項消息是由中國大陸發布的 對於協議的制定過程 缺乏透明度感到相當擔憂 更說這項協議會破壞地區的和平穩定 而事實上美國跟澳洲為了要組織安全協議的簽訂 先後是派出了高官前往索羅門群島 試圖想要居中斡旋來阻止 但似乎是沒有太大的成效 而中國大陸發言人汪文斌 他也表示說呢 兩國的安全合作的本質是兩個主權獨立國家之間的交往合作 而合作的內容是平等互利 他更質疑說 美國美方派人前往索羅門到底是真的關心呢 還是別有索圖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水神抗菌液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率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